姚明与他放着3500万的大合同不要 却去火箭拿500万 姚明的魅力真不是该的 NBA是个生意场 赚钱是球队老板们唯一的目的 对于大多数球员来说也是一样 谋求一份更高薪水的合同 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比如艾弗森和詹姆斯 原本都有机会去打橄榄球 可是他们选择了NBA 因为NBA薪水高 NBA老板们但是也有一批人在赚够了钱之后 选择了以低于市场价值的合同加入另一支球队 这样的球队往往具备夺取总冠军的实力 或者有个极具魅力的球队领袖 2007-08年的火箭就是这样的一支球队 它曾让一名球员整整放弃了3500万美元的合同 选择一笔新加盟火箭 MM组合2006-07赛季 休斯顿火箭队从自由市场招来一名超级球星 他就是季后赛场均砍下23分12篮板 率领国王从1比3一路打到抢7 几乎将当年的总冠军马次拉下马的顶级凤位摇摆人 邦奇威尔斯 威尔斯2006-07赛季 马次与国王在季后赛相遇 当期威尔斯面对最佳防守球员布鲁斯豹文的防守 数据全面爆发 威尔斯上篮7场比赛 威尔斯以62.5%的命中率场均砍下23.2分12个篮板 在拥有邓肯的马次内线 仅1.96米的他场均抢下4.2个前场篮板 仍称马次克星 尽管国王最终输了比赛 但是威尔斯的表现无可争议 国王最终递给了威尔斯一份价值3500万美元的合同 威尔斯与比比没想到的 是威尔斯选择了拒绝 转而以两年500万美元加盟了杨明的火箭队 当时的火箭作用姚明 麦迪和安尔斯通等巨头 一直是西部豪强球队 具备总冠军实力 而姚明的人格魅力和国际影响力 让许多有实力的球员纷纷加盟 威尔斯就是其中一个 火箭4巨头从3500万到500万 整整相差3000万美元 多少球员职业生涯 估计都拿不到这么多 而姚明却用自己的人格魅力 让人主动放弃 不得不说巅峰杨明的魅力 真不是盖的 图片来自网络 如又侵权 请联系删除